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作者杨继生 第十九章 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这里说的集体屠杀 是指在文革中成批处决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 组织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 大都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基层的党团骨干分子 因此,可以说这是基层政权的统治者对他们治下的臣民的杀戮 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 有些地方发生过集体屠杀 如本书介绍过的青海军区赵永夫对群众组织818的大屠杀 此外,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 为了尽快建立和保卫已建立集委会 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又发生过大规模的集体屠杀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苏扬 利用限制对文革中的集体屠杀规模进行了分析研究 他将一次杀死10人以上定为集体屠杀 1966年的中国大约有2250个县 他选取广东、广西和湖北三省共计235个县做深入研究 广西自治区所辖县共计83个 他选取了样本县65个 样本县所占比重为78.3% 广东省所辖县共计80个 他选取样本县57个 样本县所占比重为71.3% 湖北省所辖县共计72个 选取样本县65个 样本县所占比重为90.2% 在他所掌握的广西65部县制中 有43部占66% 记录了该县发生过集体屠杀 其中有15个县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 又以5名县为罪 死亡总数高达2463人 广西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 平均死亡数为526人 他研究的广东省在57个县制中 有28个县 49.1% 记录了过集体屠杀 其中有6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1000 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 平均死亡数为278人 湖北省有38个县制 在他研究的样本县中占60% 报道了受迫害期间挨过打的人数过千 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终生残疾 但未导致集体屠杀 县制是官方的出版物 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 很多县制掩盖了大屠杀 即使记载的大屠杀数只能是最低数 苏扬依据县制的研究结论 当然是最低数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许有余先生沉痛的指出 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 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 这是民族的耻辱 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 这是另一重耻辱 对这耻辱不敢直面 而是刻意遮掩和躯意辩解 则是在一众耻辱 为了洗刷耻辱 让我们回顾这段痛时 总结集体屠杀的惨痛教训 北京郊县大屠杀 1966年8月 北京老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 迅速由城里扩散到交线 在北京的昌平县和大兴县 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966年8月27日 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志 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 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 同时也讲了谢富志打死人 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 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 由最初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 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 直至乱杀家属 十几天时间 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 总共打死327人 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 中越公社公安局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 武装部副部长 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 布置扫四旧 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尝血 以命抵命的传单 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 当晚 燕丹专场传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 为防止暴动 打死了黑五类分子四人 公安局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 28日 30日 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 竹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 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 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 回龙冠行动不力 在电话会议上受了批评 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 到9月6日为止 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的消息传到黑山寨公社以后 8月29日晚 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二人 同一天 经公安员批准 新庄大队打死九人 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 南庄 北庄等大队 杀人者提出了斩草除根 留女不留男的口号 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 妇女则被逼改嫁 到9月4日指 全公社共打死67人 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杀人数比昌平县少3人 从29日到31日 共杀死324人 男232 女92 被杀者 最大80岁 最小的才38天 杀死四类分子175人 子女137人 其他12人 涉及171户 有22户被杀绝 由于31日杀人最多 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31事件 大兴县有13个公社进行了屠杀 杀人的借口是马村的阶级敌人暴动 杀了贫下中农 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 实际上阶级敌人暴动 子虚乌有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志的讲话开始的 县公安局根据谢富志的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 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 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 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 参加者有河北林校 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 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9人 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 成立了指挥部 设在黄村派出所 划分了战斗组 对屠杀对象的居住地区进行了分片包干 8月27日下午 黄村开始破四救 当天就打死二人 同一天 黄村公安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 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 民兵连长会议 派出所指导员在会上说 四类分子不老实 打死就埋 要狠批 狠斗 狠打 打死也就打死了 先下手为强 29日 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 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瓷各庄大队点火 8月30日天堂和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一百多人集中关起来 设男老男壮父女儿童四个监狱 大队书记李恩元律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 随提随审随审随杀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 最后还是北京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 张义三赶到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 结果是杀了34人 救出108人 大兴县动手最晚 杀人最多的是大兴庄公社 这个公社指挥杀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星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 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勇 李观青 公社政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弟父出身 被九人小组关押着 也险些遭杀 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 他们分别是黎明 忠心 新生 鸿生 杨各庄 东黄阀 其中黎明杀人最多 8月29日晚 在公安局张某的支持下 高福星和胡德福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九人小组主持 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 胡德福当场宣布 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 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 由各大队自己决定 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 严守秘密 不做叛徒 31日夜 全公社有九个大队杀了人 黎明 忠心 新生 鸿生四个大队同时行动 高福星亲临杀人现场督战 批评鸿生杀得少 杀二人 表扬黎明杀得多 杀十一户 五十六人 这天夜里全公社共杀死一百亿十人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 棍棒打 炸刀炸 绳子乐 对婴幼儿更残忍 用脚踩住一条腿 用双手抓住另一条腿 使劲往上一提 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各地杀人的程序都相似 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 再一个个叫出去 出去一个杀一个 被关的人并不知情 直到杀光为止 大新庄公社中心大队的贫鞋主席 一人用炸刀炸了十六个人 自己也累得瘫倒了 炸死的人都塞进一口身井里 直到尽快塞满了 几天后 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 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 埋在尾塘 然后把井填了 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尾塘里 后来 干脆用绳子套在活人的脖子上往尾塘托 连托带勒 到了尾塘人也就断气了 在马村 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 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铲土时 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 奶奶 迷眼 老人无奈地说 一会儿就不迷了 北藏公社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新庄 从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就开始了 有三个大队杀人 他们分别是 新立村杀死五十三人 马村杀死三十四人 陆河庄杀死十一人 共计杀死九十八人 土厂设在大街西头陆北的一家院子里 死人横躺树卧 鲜血染地 有两辆小推车网院外运尸体 审问者凶神恶煞 要武扬威 各个手持木棒 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 他们高声逼迫被神者交出枪支 地气 变天杖 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 凶气就会伴随着呵斥声打下去 被打死的 等车外运 没被打死的 倒地呻吟 西白团大队的干部反对屠杀 大队书记是李树青 女 参加了公社九人小组召开会议 会上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青回到大队 已经吓得腿软 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 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亿极力反对杀人 他说 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 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 咱们都没杀过人 就怕杀一个自己就下趴下了 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 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亿是世代贫农 又当过巴路 说话硬气 本来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 被张万亿泼了冷水 没有人在主张屠杀 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 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 9月1日北京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 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 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 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用文斗 不用武斗 此后的北京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 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潮总算遏制住了 事后对杀人凶手的处理得很轻 大新庄公社的祸首高福星 胡德福分别被判八年徒刑 另一种说法是判十四年 在干校的六年底刑期 而且提前释放 出狱后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八年徒刑 服刑时在狱中自杀 黎明大队贫血主席杨景云被判八年徒刑 出狱后两 三年病死 东黄阀大队文革主任被判兼外执行 湖南道县大屠杀 1986年 我的湖南朋友谈合成由于工作关系 接触到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实现式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 并将知实录在案 此后 他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士 核实 定证 补充原稿 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 仅案例就有近400个 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这场大屠杀关键人物 谈合成写成了书稿写的神话 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祭时 应他的请求 我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介绍给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他的书是可信的 这一节的资料来源是他这本书 湖南道县有一条的河叫萧水 萧水穿过道县县城流进双排水库 再流入湘江 1967年8月 大屠杀的高潮时候 每天有几百具尸体流过道县县城 有人统计 平均每分钟1.6具 恶臭的尸体进入双排水库 拥堵大坝水道 水电站半年不能发电 尸体使水库变了颜色 水面上浮看一层腥红的油膜 水库恶臭熏天 几里外都能闻到 一具具肿胀的像水牛一样尸体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有的单独漂流 有的被绳索或铁丝串在一起 有十几具尸体围成一个圈浮在水面上 远远望去像水上开了一朵花 原来这十几具尸体是被一根铁丝 穿琵琶鼓串在一起 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 历时66天 涉及10个区 33个公社 占当时区 涉总数的100% 死亡人数4519人 其中自杀的326人 被杀绝的有117户 按当时阶级成分分 被杀的4519人中 四类分子占41.4% 四类分子子女占49.9% 贫下中农占8% 其他成分占0.7% 按职业分 农民占95.2% 教员占3.19% 国家干部占0.38% 其他为医生 工人等 受道县的影响 00地区其他十个县市 也不同程度的杀人 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 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 其中被杀7696人 被迫自杀1397人 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 1. 枪杀 2. 刀杀 3. 沉水 4. 用炸药炸死 5. 丢进炎洞或废弃的矿井 6. 活埋 很多是埋在废弃的红薯窑里 7. 棍棒打死 8. 用绳子勒死 9. 火烧死 10. 摔死 9. 主要用于孩子 10. 这十种还不能包括杀人者的创造性和残忍性 10. 开膛铺度 10. 挖眼割舌 11. 先煎后杀 11. 乃至江缩标筒到阴道里 11. 将四支钉在门板上灵池除死等 11. 清溪区甘子园公社将一名富农分子捆起来丢进一个废弃的石灰窑里 11. 盖上生石灰浇上水 11. 利用生石灰熟化过程发出的热将他烧死 11. 还说这叫石灰烧鸡蛋 11. 寿宴公社授服大队有一个叫何明德的人 11. 因搞投机倒把被定为坏分子 11. 杀何明德的头一天晚上 11. 大队文革主任何庆辉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11. 找何明德的两个儿子何昌宝和一公谈话 11. 明天要杀你老子 你敢不敢及你老子的命 杀了他 11. 何昌宝胆小 吓得浑身发抖 半天说不出话来 11. 何一公马上表态 我革命 我革命 11. 我一定和我老子查清界限 11. 第二天杀人时 就由何一公亲手将他父亲处决 11. 杨家公社正家大队也有威逼的父子女亲手杀死生生父母的案例 11. 道县在文革中出现了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 11. 一个是红莲 另一派是吉莲 11. 红莲与当地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1. 它们中的多数人出身好 是既得利益或者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依靠对象 11. 倾向于维护政权 11. 所以 红莲拥有当权者和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 11. 隔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 青年教师 11. 市民 首工业者 下层知识分子和少数干部组成 11. 有不平遭遇经历的人比较多 11. 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具有反抗精神 11. 隔联在县城的势力比较大 第二中学是他们的据点 11. 红莲在县城处于劣势 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 11. 还掌握着道县的政权和广大农村 11. 红莲将总部从县城大院搬到银江公社 11. 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11. 银江和二中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中心 11. 红莲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 11. 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四类分子 11. 严成四类分子 符合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 11. 没有风险 当时还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 11. 八月大组织 9月大暴动 10月大屠杀 11. 先杀党 后杀干 贫下中农杀一半 11. 还造谣 吉连总部二中是四类分子的窝子 11. 二中里挂了蒋介石的像 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 11. 的口号 11. 台湾的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指挥 11. 这些谣言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播的 11. 于是 敌人磨刀 我们也要磨刀 11.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成了民兵的指导思想 11. 盗县屠杀四类分子还有一个背景 11. 那就是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时候 11. 盗县时到过台湾空头的传单 11. 大屠杀前 县里开了三次会 11. 县委领导提出 凡是有风吹草动 11. 就把四类分子统统杀光 11. 让蒋介石的人来了找不到一个带路的 11. 1967年到县派性斗争虽然激烈 11. 也发生过武斗 11. 但是 县 区 公社 11. 大队的权力组织依然存在 11. 大体上也能运作 11. 特别是县武装部有着解放军的身份 11. 处于知左的地位 11. 实际掌握着大权 11. 县级领导干部和武装部 11. 暗中支持甚至鼓动杀人 11. 8月26日至28日 11. 在银江的红莲总部召开 11. 政法干部工作会议以后 11. 8月28日到9月1日 11. 形成了杀人高潮 11. 唐家公社这五天杀了100多人 11. 杀人前得到银江负责人的同意和鼓励后 11. 各大队召开了党支部书记 11. 大队长 民兵队长 贫血主任四巨头会议 11. 一方面讲阶级斗争 11. 一方面部署双抢工作 11. 做到革命生产两不悟 11. 各公社在杀人之前 11. 都有一个动员和酝酿过程 11. 动员和酝酿都是基层政权主导的 11. 而且是用以往的行政运作方式进行的 11. 八月26日 武田公社武田大队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13人集中控制起来 11. 其中一个叫朱景文的弟父子弟死赖着不走 11. 就当场杀死了 11. 大队民兵营长朱鲍生打电话请示公社书记熊理恒 11. 说我们已经开了会 11. 拟定了要杀的人的名单 11. 他还把这些人的成分一一做了汇报 11. 熊理恒回答前先念了两条毛主席语录 11. 然后说你们决定要杀哪些人我不做主 11. 但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11. 要把子女和分子分开 11. 朱鲍生放下电话就召开有11人参加的民兵 11. 干部会议决定对5个子女宽大 11. 对其中一个平时不听招呼的子女猪牛人杀掉 11. 共杀6人 27日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将要杀的6个人捆绑跪在台上 11. 朱鲍生主持大会宣布6个人的罪状 11. 然后发扬民主让大家举手表决 11. 他念一个名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杀 11. 同意就举手 11. 所有的人都喊同意都举了手 11. 民兵就将这6个个人迁到后山上用冲打死 11. 梅花公社杀人具有典型性 11. 仪式紧跟上级 11. 迎将开一次会 11. 梅花公社就杀一次人 11. 二是杀人时声势浩大 11. 每次都要召开群众大会 11. 对被杀者进行批斗 11. 由贫下中农协会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罪状 11. 然后浩浩荡荡的押附刑场执行死刑 8月29日 梅花大队最后一批杀了三个人 11. 在决定杀人的会上 致保主任和国庆 11. 文革主任和陶安和大队干部吴德学三人提出了杀文上义和他的儿子文守福 11. 为什么要杀文上义 11. 因为在四清中文上义批判了吴德学 11. 为了防止文上义的儿子文守福将来报仇 11. 就将文守福一起杀掉 11. 但文上义是贫农 只杀贫农不好交代 11. 于是就搭上了富农莫德生 11. 杀文上义时和陶安有点犹豫 11. 就请示公社领导廖龙国 11. 廖回答说 贫农又不是红色保险箱 11. 该杀的还是要杀 11. 吴德学 和国庆等将三个要杀的人捆在一起 11. 中间放好炸药 11. 点火以后轰的一声响 11. 文上义和莫德生血肉横飞 11. 文上义和莫德生血肉横飞 11. 当场毕命 文守福被炸掉了屁股 11. 痛得在地上打滚 11. 吴德学上去把文守福的两个眼珠挖了出来 11. 塞进了文的嘴里 11. 到了8月29日 11. 小甲公社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 11. 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小甲大队还没有动手 11. 这是因为 8月24日开会讨论贯彻公社的杀人会精神时出现了不同意见 11. 一是 11. 杀猪还要上面批个条子 11. 杀人恐怕也得有个文件 11. 等上面来了文件再动手也不迟 11. 反正四类分子已经圈起来了 11. 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 11. 以后派工就难了 11. 那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派谁去做 11. 8月27日 11. 小甲大队质保主任接到公社督促杀人的电话后 11. 又开了一次会 11. 意见还是没有统一 11. 几个大队干部甚至说 11. 公社要杀 11. 让他们来杀 11. 我们不杀 11. 公社领导器坏了 11. 这还了得 11. 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 11. 竟出现了土为子 11. 第二天 11. 公社派出一个排的机干民兵 11. 由武装部长廖龙九 11. 亲自带队 11. 帮助小甲大队革命 11. 将12名的副分子及其子女 11. 用绳子捆在一起 11. 中间放上一大包修水利的炸药 11. 一点火 11. 轰得一声 11. 大块大块的血肉像雨一样落下来 11. 没有炸死的哭爹喊娘 11. 满地乱滚 11. 撂龙九命令民兵用锄头 11. 大刀一顿乱砍小甲公社 11. 共杀死237人 11. 让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到阶级斗争第一线 11. 拉刀剑红 争取火线入党 11. 祥林铺区有一位铁姑娘突击队队长 11. 她身材高大 绑阔腰圆 力气大 干活从不偷懒 11. 1965年在修西园水库时 11. 她带领铁姑娘突击队在劳动竞赛中超过了男人 11. 成为全区 全公社的标兵 11. 1967年8月 大队开杀人会议时 11. 领导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铁姑娘突击队吧 11. 铁队长站起来说 保证完成任务 11. 为了完成任务 她事先把大砍刀磨得疯快 11. 但到杀人时 其他铁姑娘都退缩了 11. 她只好一个人上阵 11. 被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在杀场上一字排开 11. 等待她处决 11. 她走到一字长蛇阵的右边 举起大砍刀 11. 稍微比划了一下 手起刀落 擦得一声 一颗人头阴声落地 11. 人倒下去了 鲜血从头枪里喷出 一点没有见到她身上 11. 一会二功夫 十多颗脑袋都滚到地上 11. 这时 刀卷了口 越杀越不顺手 11. 杀到第16个时 刀被骨头卡住了 连拔两下拔不出来 11. 铁队长用脚蹬住这个阶级敌人的肩背 11. 用力提刀 刀拔出来了 一股血直冲她脑门喷过来 11. 弄得她满头满身都是血 头发都被血沾成一块 11. 两个还活着的阶级敌人早已吓倒在地 11. 铁队长一手抓住她的头发 一手挥刀 像砍柴一样 把脑袋砍了下来 11. 铁队长杀了18人的时候 刀从手上滑落 全身无力地摊在地上 11. 后来 铁队长的男朋友在部队里当了干部 11. 结婚以后 他作为军人家属到了广西 11. 1980年代处移工作组把他从广西找了回来 11. 问及当时杀人的动机 他回答说 11. 我觉得这跟生产队里出工一样 不能出工不出力 11. 唐家公社唐家大队有一个杀人凶手 11. 名叫雷康古 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 夺得了全线杀人冠军 11. 处移工作组进场后 发现这个数字有浮夸 经逐一落实 他只杀了18个 11. 他为什么要浮夸呢 是为了多领手续费 11. 当时道县每杀一个人给柜子手两元到五元的报酬 也有计公分的 11. 唐家大队有一个23岁的弟父子弟叫胡祥贤 人比较老实 干活也很卖力气 11. 当时生产队干部说 这个就不杀了 11. 但他妻子长得漂亮 惹得一些人眼红 11. 一个名叫熊天狗的贫农老光棍看上了他 11. 坚决要求杀胡祥贤 这种杀人夺妻的事情在道县有40多起 11. 胡祥贤被杀以后 熊天狗美滋滋的准备当新郎官 11. 有两个贫农光棍跟他争夺这个漂亮女人 11. 熊天狗说 杀地主时你们躲在鹅毛山上 现在分果实了 你们下山摘桃子 11. 三个人差点打起来了 熊天狗一生气 一刀霸女的杀了 11. 有的基层干部利用这次镇压阶级敌人的机会实施报复 11. 青唐公社越岩大队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 11. 贫农女社员岑宝宝揭发过贫写主席陈志才等人的问题 11. 在杀人封时 陈志才等人将岑宝宝杀害 11. 当时岑宝宝怀有六个月的身孕 11. 岑宝宝向陈志才等人苦苦哀求 请他们等孩子出生后再杀 11. 陈志才说他是缓兵之计 一刀剖开了层薄薄的肚子 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 11. 青西区甘子园公社红兴大队 贫农社员堂从交 11. 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揭发了大队支部书记唐贡球 11. 民兵营长唐福洪 第六生产队队长唐晋学等人贪污集体财物 11. 多吃多战的问题 在1967年杀人封时 唐贡球 唐福洪 唐晋学等人借口唐从交之子参加了几连 11. 事反革命 将唐家九口人杀绝 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孕即将分娩的儿媳 11. 上关区赋唐公社主任丁天志参加了区里的战备会议后 11.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地主监历史反革命雄冠一抓起来 11. 8月23日 用炸药让雄冠一的身体变成了天女散花 11. 杀死了雄冠一以后 目标就是19岁的美女梁仙莲 11. 她是第父子女 不仅漂亮 而且聪明伶俐 11. 8月18日 上关区武装部长刘厚善等人说梁仙莲参加了反动组织集联 11. 到二中接受了反革命任务 其实 11. 她没有参加吉联 也没到过二中 11. 把她抓到上关区民兵自卫队审讯 11. 审讯没有结果 区里就将梁仙莲交给东阳大队处理 11.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决定判处梁仙莲死刑 11. 8月26日 梁仙莲惨遭多人轮奸之后 身体捆绑炸药点火做了天女散花 8月26日上午 工霸公社盐河堂大队文革主任贺新昌 让民兵将21名四类分子捆绑起来 押送到一处叫葫芦岩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石灰岩溶洞 贺新昌叫一个名字 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口 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缩镖 棍棒之类将人打昏后 丢进溶洞 有的人丢进溶洞没有死 在里面拼命呼喊 贺新昌让人将稻草点燃丢进洞里 还不放心 就拿来一包炸药挂上导火索 点燃后丢进洞里 一声沉闷的巨响以后 贺新昌等才放心离开 他们接着议论着 的副分子都杀了 他们留下的老的小的怎么办 让生产队养他们 那不是负担太重了 留着小的 将来报酬怎么办 贺新昌请示公社和驱离以后 决定将这些老的小的全部杀掉 这一次不是丢溶洞 而是沉河 他指挥民兵准备了一条大木船 每个老人和孩子身上掉一块大石头 将船划到河中间 一个一个丢进了河里 沿河堂大队共杀死52人 最大的74岁 最小的才56天 这个56天的孩子还没有起名字 他母亲叫张秀华 他72岁的婆婆 37岁的丈夫 13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全都被杀 蒋滇子保住了张秀华这条命 现在该享受胜利果实了 他闯进张秀华家里 拖着张秀华上床 张死死抱着孩子 蒋滇子觉得这个孩子碍事 就从张秀华手里夺走孩子 一口气跑到河边 通得一声将孩子投进了河里 张秀华早已吓呆了 像木头人一样任他摆弄 1967年8月28日 油箱公社越进大队党支部书记 何方前从公社里开会 公社领导批评在抓阶级斗争中 油箱公社落后了 他领导的越进大队只杀两个人 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何方前的工作过去是不落后的 公社的批评对他震动很大 回来当晚就召开干部 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 会议决定将61名四类分子 及其子女全部杀掉 一下子杀这么多人 怎么杀法 石头山水库附近有三眼窖 把这些人放进窖里一舔土就行了 第二天一早 何方前代队压着61.5个被杀对象 其中一人是孕妇 算一个半人 向石头山水库走去 到了目的地 简单的开了一个群众大会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 左南方等61人死刑 然后用大刀一阵砍杀 不论死活 推下教理 又将稻草林上没有点燃投入教理 烧了一阵盖土掩埋 事后 何方前非常兴奋 到处表公 老子杀得浑身是血 成了个血人 这个血人 后来被提升为公社书记 到现愈演愈烈的大屠杀在湖南省 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 中共中央 湖南集委会筹备小组 和之左的47军开始关注 省集筹 47军多次打电话 给00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 询问杀人事件真相 道县红莲迎将指挥部 于8月26日到28日 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 讨论制止屠杀问题 然而这个会议却变成了 动员屠杀的会议 会后出现了又一次杀人高潮 在会后五天内全线共杀2454人 占杀人总数的54.5% 因为这个会议还肯定成绩 说前一段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好的很 是民主革命补课 会上提出不准滥杀 最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 有的公社听说要制止杀人 就说鸡不可施 时不再来 抓紧时间搞他几个 要杀就快杀 不然就没机会了 1967年8月29日 47军6950部队 炮兵团 进驻道县制止杀人 9月27日 47军和湖南省集筹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通告说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 必须坚决取缔 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究 依法承办 紧急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 并用飞机抛撒 47军还派出多个工作组到各地制止屠杀 到9月下旬基本没有杀人了 最后一个被杀的是仙脚区桥头公社上罢大队中农何虞祥 因为大队长一掌进想占何虞祥的房子 何虞祥又同民兵队长唐贵廷为一些小事结过仇 一掌进和唐贵廷二人捏造罪名 说何虞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 10月17日 他们二人把何虞祥拉到马鞍桥 用鸟冲把他打死了 江西瑞金大屠杀 江西省一些地方把杀人的权利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 称为民办枪毙 公社 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 不必立案 不要证据 不必审批 根据可靠统计 新国县杀了270多人 瑞金县杀了300多人 虞都县杀了500多人 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 还有用石头砸 木棒打 刀子铜等 1968年9月25日 星期三 瑞金县一个干部到知左指挥部反应 22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 强调深入开展三查 大反又轻 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 全力下放 搞民办枪毙 敌人很猖狂 他们要杀我们 我们怎么办 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 会议结束后 23日上午 绿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 他说 这个杀戒一开 不得了 公社 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 他们想杀谁就杀谁 不要立案 不要证据 不要审批 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5000多人 如不立即制止 几天之内 可能全部杀光 1968年9月26日 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 向知左部队反映该线搞民办枪毙 乱杀多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23日 24日 两天之内 全县各公社 大队大约杀了120多人 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 暗杀团的名义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 还有用石头砸 木棒打 刀子捅的 有的把人杀死后 推到悬崖下 连尸体都找不到 真是骇人听闻 1968年10月22日 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 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 乱杀人的问题 共去了十天 昨晚归来 他说 瑞金县各公社9月23日起至10月7日上 共杀了177人 年龄最大的70岁 最小的只有11岁 有40多人是弟父子弟 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 其他都是四类分子 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9月23日杀34人 24日杀90人 24日晚 县级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 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 较坚决制止 但没有制止住 又连续杀了三天 25日杀15人 26日杀16人 27日杀19人 到28日才基本杀驻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 共有8个公社一个镇 其中杀的最多的是绿阳公社 共杀了89人 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 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 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广西大屠杀 中央调查组成员 公安部干部燕月斌注文说 1984年1月 我们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组 行将结束 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 办公室报上来的数字是 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 有89700人 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 逼死7000人 其余79000多人室友组织 有计划有领导的打死和枪杀的 南宁地区14个县 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 滨阳县就死了3777人 另外全区失踪2万余人 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 也就是说 89700人当中 有79000多人室友组织的集体屠杀的 占死亡人数的88% 这还没有考虑失踪和无名无姓的死者5万人 自治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杨志庆向中央调查组反映 商业部门发布票 1969年比1967年少了13万人 区直属机关一些比较负责的同志说死亡20万人 也有人说全区死亡四五十万人 中央调查组认为死人最少在10万以上 就按10万人计算 就有8万人是被集体屠杀的 据中央调查组的统计分析 死人的情况是 有组织的屠杀死得多 武斗死得少 造反派422死得多 掌权派廉指死得少 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 廉指成员死仅4人 林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 廉指成员只有3人 是在武斗中打死的 其余1862人是有组织 有领导的杀死的422群众 五名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 一个廉指成员也没有 1967年春到1968年春 在农村刮起红色风暴 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 杀了一批地 富、反、坏分子和422成员 1967年10月3日 泉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 以民兵营长黄天辉为首 将该大队地 富、分子及其子女76人 集体坑杀于蛇形黄瓜弄 地主出身的刘湘元和的贫农 出身的妻子 有两个分别为一岁和三岁的孩子 刘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 向民兵营长黄天辉求情 天辉,我有两个姿 政府能不能把一个判给我老婆 我抱一个跳下坑 留下一个给我老婆 黄天辉说,那不行 结果两个孩子全部活埋 7月至12月各公社成立 所谓贫下中农法庭 全县枪杀859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 灵山县潭里大队民兵排长黄培力 召集民兵统一行动 把全大队地主 富农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杀死 除了对四类分子这些政治建民进行大屠杀以外 广西大屠杀规模最大 杀人最多是与广西文革进程有关 为了建立一派掌权的集委会 以中央73布告为号召 大量屠杀422这一派群众 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名义实行 有组织的大屠杀 本书全国山河一片红 这一章的广西 血永雍江一节中已有介绍 广西杀人的手段 骇人听闻 据1981年广西区党委办公厅向中央调查组汇报 武宣县被分尸吃肉 吃心肝的有38人 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载 从6月15日至8月底 武宣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 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 女民兵班长黄文流 不仅吃过人肝 还亲自割下5个男性生殖气泡酒喝 他因立场坚定 当了县级委会副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 武宣县的国家干部和职工 有113人吃过人肉 人心和人肝 上司县百包公社提高大队纳审生产队 全队100多口人 被杀30多人 男人都杀光了 小学教师刘志和商店 出纳员李文兴 被被靠背的绑在木桩上 凶手先挖出流的干给李看 再挖李的干 五名华侨农厂共批斗560人 整死107人 被打死的人 有的被剖腹割头 有的被挖干割肉 参加吃干吃肉的有20多人 柳州钢铁厂和柳州第二化工厂 将422成员身上绑上炸药 一按电钮 人就炸得血肉横飞 说这叫天女散花 柳州钢铁厂天女散花的发明者之一 曾国荣由于杀人有功 被提为广西总工会主席 任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十届中央委员 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直到1985年才开除党籍 7月1日晚 同情造反大军的统领中学副校长黄家平 被学校集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 第二天早晨黄佩农 张继峰等挖他的肝 包他的肉 只剩下一副骨骼 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屋檐下 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交为兴风在学校飘荡 7月17日 上江大队连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 廖金福 钟镇权 钟扫廷等四人 他们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将尸体拉到平昭码头 割下死者的肉 干涸生殖器 拿回大队部兼炒猜马会餐 参加吃人肉验餐的友陈达才等23人 在贵县县医院副院长刘子玲夫妻 而女四人被杀 在杀死女儿前 还当着他未婚夫面前轮奸 谈旷里多才夫妻被杀后 其妻妇中的胎儿还在蠕动 被杀人的家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 和被杀家属加以歧视 而杀人有功者却升官晋级 杀了45人 其中36人是被抓后的俘虏 的刘牧中被提为柳州钢厂党委副书记 后又提为广西总工会副主席 根据处移整党总结时统计 当时全广西共有近5万党员 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 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 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 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 云南沙殿事件 沙殿市回族聚居的村寨 有1500多户 7200多人是昆明治各旧 蒙字的必经之地 在其乡邻处还分布了大庄 茂克 新寨等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四清运动中 工作队强行关闭了沙殿当时 仅有的三所清真寺 文革初期 沙殿就围绕着清真寺的官与 开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有的人认为 宗教信仰自由 应该打开清真寺 有的人认为清真寺是寺救 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 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 沙殿村全市回族 98%的群众都强烈要求打开清真寺 于是清真寺被打开了 沙殿绝大多数人属云南的炮派 少数人属云南的八派 炮派支持打开清真寺 八派反对打开清真寺 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级委会支持 八派压制炮派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搞划线战队 沙殿大多数群众被划为战错队 全省范围内 凡战错队的头头 骨干都被揪斗 沙殿战队队的人很少 战错队的人没有人整他们 于是附近市县战错队的头头为躲避揪斗 游街纷纷跑到沙殿躲避 并写大字报和派人到北京上访 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划线战队 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 省级委会把沙殿视为马蜂窝 1968年12月上旬 省级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 派出一个加强营编制的军人宣传队 到沙殿铜马蜂窝 沙殿回民大众寄希望于军人宣传队 以为他们进村后能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L2月8日 沙殿回民家到欢迎之左部队进村 并把民兵的武器全部交给解放军 令回民失望的是军人宣传队进村后 挨家挨户搜查躲在沙殿的外地泡派的骨干 给这些人挂上滇男挺进纵队的黑牌 被所在单位的民兵五花大榜的带走 去接受各单位的残酷的批斗 沙殿的军人宣传队还把回民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 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 使用种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 军人宣传队进村后 驻扎在沙殿大清真寺 清真寺被再次向回民关闭 军人在清真寺里吃猪肉 把猪骨头丢在清真寺水井里 在清真寺礼拜大殿里唱歌跳舞乱踩乱踏 军宣队在沙殿搞以信教不信教划线 他们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 队做礼拜 把斋者一经发现就成为批斗对象 军宣队一面反宗教 一面清理阶级队伍 200多人分别被打成反军乱军黑干将 宗教复辟及先锋 跳梁小丑 赵氏小爬虫 赵氏指当时受迫害省委领导之一的赵建民 遭到惨无人性的批斗捆绑吊打 在一次批斗会上强迫一位回民把猪头挂在脖子上 并要他用舌头去舔 这位回民不肯便遭毒打 在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型批斗会上 强迫60位回民挂上宗教复辟的极先锋的牌子游街批斗后 把他们压到一个厕所旁 强迫他们学猪用嘴拱厕所墙 学猪爬 学猪叫 还说这是猪拱长城 后来又强迫50多位回民学猪滚 即从10多米的高坡上往下滚 一位有孕的妇女因学猪滚当天就流产 这样的批斗 侮辱长达一年 沙殿回民心灵中埋下了愤怒之火 1973年10月 沙殿群众推举代表 向沙殿大队党总支请求打开清真寺 供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 群众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绝后 于1973年L0月强行打开沙殿金基寨清真寺 1974年2月又打开沙殿大清真寺 洪河州蒙自县的当权者认定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是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宗教复辟 并立即派出由70多人组成的州县工作队再次进驻杀电 工作队关闭清真寺的行为被多数群众阻止 就放广播干扰群众的礼拜活动 过开斋节会礼被诬陷为反革命集会 进行武装阻拦 工作队队员在群众进行肃穆礼拜的时候 跑到大殿里宣传中央文件 对宗教的亵渎 激起回民强烈不满 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 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 并点了沙电代表马伯华 马绍华等人的名逼得他们进京上访 5月10日他们到今后集写信给周恩来 邓小平希望中央则成云南省委 撤走驻沙电的工作队 落实民族宗教政策 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 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电问题 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 由省委第一书记 省级委主任周星亲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实 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周星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电调查处理 召开各种会议 听取民众意见 民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 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 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 2.纠正划线战队错误 对被批斗民众给予平反 3.清理生产队公分账目 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官员 4.将煞电改为经济作物区 增加口粮供应 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周星对开放清真寺 准许回民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战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 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 但他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兑现 周星却向中央报告 杀电问题已经解决 1974年9月云南省委发出1974-45号文件 文件指出打开清真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已经关闭或改做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做宗教活动场所 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 由群众自行关闭 文件还对伊斯兰教做出了十条管理规定 多方面限制信仰自由 在批林批孔中掀起了批判伊斯兰教的高潮 回民不能接受省委1974-45号文件 几百人到昆明上访 随后又有红河 文山 玉西等地回族群众一千多人到昆明游行 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要求赴京告状 周星等人将回民到昆明上访定性为闹事 反对党的领导 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 地方当局又采取了进一步激化矛盾的措施 1974年11月底 在距沙殿仅一公里多机阶成立了机阶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 军队发枪给民兵 民兵和枪实弹进行示威游行 以后经常组织民兵在机阶 沙殿周围巡逻 在机阶地区民兵的威慑下 沙殿回民也成立了沙殿民兵团 从此两个民兵组织剑拔弩张 大有决意死战之势 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 蒙字 箭水等地发声群众抢夺军队枪支 发生武斗 造成人员伤亡 1975年1月1日 中央通知马伯华等回民代表L灵人与省委领导等一起到北京解决问题 1月3日晚 十名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等一起 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 此间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中发19752号文件 云南省委成立了收缴枪支执行小组 沙殿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收缴了 而民兵指挥部的枪并未上缴 3月5日 部队按命令包围了回族村镇纳家营和玉西大营 部队在玉西 俄山 通海三线收容审查了上百名回民 几百名回民被强制进了学习班 几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判了刑 其间大搞刑讯逼供 不少人遭到毒打智商智残 1975年5月 部队和工作队又强行进驻沙殿 沙殿群众对1968年部队进村铜马蜂窝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们表示 上北京的回民代表不回来就不让工作队和部队进村 成千群众在村口阻拦部队和工作队进村 部队和工作队只好在机阶堂厂等地住下随时准备进驻沙殿 5月23日 省委 省纪委会发布通告 通告称 根据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指示 特派出工作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殿 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 1975年7月2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几个团奉命对沙殿实行了军事包围 同时拉断了整个村的店员 凌晨三点 一支侦察部队摸掉回民的哨兵 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 沙殿民兵团的办公地点 想捉沙殿民兵的头头 不料一位住寺人员发现有武装军人深夜进入清真寺 急忙登上叫拜楼三楼敲钟报警 叭叭叭一排枪声 敲钟人应声倒下 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 整个村子一片漆黑 村民们惊恐不已 凌晨四点多 沙殿回民凭借地形熟悉 利用自制的武器向占领大清真寺的武装人员反攻 经过激烈的交火 沙殿回民夺回了大清真寺 并从对方手中夺得了一些现代武器 在漆黑的夜晚 军队和沙殿回民展开巷战 天亮时 回民夺回了部分民防据点 但同时付出了几百人的生命代价 看着数百名回民被打死 群情愤怒 他们凭借夺来的几支步枪 机枪 几枚手榴弹和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抗争 顽强抵抗 中午 部队开始使用大炮 三所清真寺几乎同时被炮击 入夜 炮火虽有所减弱 但哪里有亮光 炮弹就轰炸那里 在茫茫黑夜中 沙殿村成了一片火海 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毁烧光 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 炸毁民防4400多间 回民死亡900多人 伤 残600多人 部队也有伤亡 8月4日 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着双手 列队从金基寨南面出村 指望求生 当走到大田梗上的时候 集挺机枪一起开火 一分钟之后 尸横遍地 血流成渠 随即验尸 未亡者进行捕枪 五名幸存者中三名是捕枪也未能打死的 下午六十许 炮火摧毁了金基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 马伯华等被打死 入夜 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 战斗始告结束 已参加沙殿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 还有开远市的新寨 燕山县的车白泥 田新 茂龙 松茅坡 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 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 伤 残尽1000人 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 超过了沙殿 事后 因沙殿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 被强行进学习班的数百人 1979年2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 云南省委 昆明军区党委联合下发了 1979 7号文件 及关于沙殿事件的平反通知 通知指出 经党中央批准 原定以沙殿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于撤销 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于平反 但是 这个平反通知认定沙殿事件责任是弹腐人 周兴推行林彪 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实际上 出动野战军镇压是中央决定的 当时周恩来生病住院 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 内政 外交 军事都由邓小平全权处理 派出几个团的野战军进行武装围剿 没有邓小平的手肯是不行的 2007年 炎黄春秋第十一期发表了周康先生的 骇人听闻的云南杀电惨案 这篇文章虽然也把责任加在四人帮身上 当局还是严厉批评 指责不该发这篇文章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现存资料证明 对普通平民的大屠杀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1968年1月5日 广东省阳江县城村公社中平大队党支部书记 治保主任黄某主持召开群众大会 自立法庭 宣判枪杀两名地主 3月31日 新州公社龙潭大队枪杀了一名地主 同期新州公社东安大队枪杀了几名所谓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 5月11日到15日 湛江地区在海康县召开会议 以反右倾为主题 提出在农村要把矛头指向地 赋 反 坏 右 各地贯彻海康会议精神 阳江县各别地区的乱打乱杀演变为全线性的乱打乱杀 各公社级委会主任回去以后 迅速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布置对四类分子摸底排队 对表现不好的开展批斗 殴打 屠杀 至6月以前的不完全统计 全线被被杀死的地 赋 反 坏 诱人员178名 6月1日 县军管会召开2800人的四级干部会议 会议强调 要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 会后 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贯彻 到7月23日 全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 其中 枪毙204人 打死274人 被迫自杀95人 7月下旬以后 军管会开始制止屠杀 屠杀有所减少 但一些地方还在屠杀 至1969年1月中旬才停止 乱打乱杀持续了13个月 共致死909人 屠杀手段极度春残人 有枪杀的 有用锄头处死的 有用木棍打死的 有用石头砸死的 有用煤油烧死的 有推入盒中淹死的 还有活埋的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知 文革中的集体大图有几个特点 第一 屠杀规模大 残忍无比 杀人方式的野蛮程度令人发指 第二 被杀者是无辜平民 纯系冤杀 第三 集体屠杀以当局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基础 屠杀前捏造罪名 传播谣言 第四 集体屠杀的组织者是基层政权 如县武装部 集委会 获集筹 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机构 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三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红八月 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破四旧的旗帜下进行的 还有家庭出身要查三代的血统论背景 这次屠杀高潮一些地方都有发生 以北京昌平和大兴两线的大屠杀为代表 第二个高潮是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前后 一些地方以清理阶级敌人为名 清除军政官僚集团的反对派 这次高潮发生的地方比第一次高潮要多 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代表 第三个高潮是屠杀反对集委会或军管会的群众组织成员 是军政官僚集团对反对派的屠杀 这次高潮是打着扫除大联合 三结合的障碍 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旗帜下实行的 这次高潮发生在很多地方 以广西大屠杀为代表 其中第三个高潮中死人最多 1968年7月28日 毛泽东召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时发出警告 坚决不改 就是土匪 就是国民党 就要包围起来 还要继续顽抗 就要实行歼灭 有了这个最高指示 本来对造反派不满意的知左部队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大开杀戒 无论是哪一种大屠杀 除了阶级斗争的借口以外 都有基层干部邪嫌报复 杀人夺妻 杀人夺财的行为 屠杀对象主要有几种人 已是文革前确定的地 富 反 坏 幼分子及其子女 对他们的屠杀 常常采取斩草除根的残酷手段 二是反对之左部队和集委会 集仇 的群众组织成员 第三种屠杀对象是宗教信仰者 这只发生在少数地区 如云南沙殿 对宗教信仰者的屠杀既有破四旧 认为宗教信仰是四旧的借口 也是对军政官僚反对派的镇压 如沙殿的回民 绝大多数是反对云南军政权的炮派 此外 在1961到1962年的整风整设和文革前的四清这些整农村干部的运动中 揭露和批评过基层干部的普通农民也有一些被杀害 综合各方面情况估计 在文革中 被集体屠杀的总数不低于30万人 直接鼓动和组织大屠杀的是极权制度的基层政权 极限以下的农村政权 制止大屠杀的是省以上的政权 基层政权的屠杀行为是对高层政权力来政策的继续和极端化 中央和省级官员不断对过火的暴力行为发出警告 只要下面传来集体屠杀的可靠消息 上级政府总是予以批评派出官员或派军队前去制止 但这并不能排除高层权力对大屠杀的责任 权力末梢横行无际 大屠杀畅通无阻 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根源 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高层政权造成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 中国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会分层 还是沿用毛泽东1926年的中国社会阶级 分析那种敌我两分的思想 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 已经从经济上消灭了阶级 但却更强化了政治上的阶级 这里打引号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阶级 本来是一个经济范畴 政治上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对革命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 却还把革命时期划分的敌 我有作为一种政治身份固定下来 并给以敌我有的政治待遇 有的、富、反、坏、幼、资政治身份的个人和子女 就是政治建民 文革前中国的政治建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1959年10月 公安部部长谢富志在一个文件中透露 全国达2000万人 按一家四口人计 政治建民群体总数为8000万人 文革前17年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对政治建民不断妖魔化 使他们处于众人揭约可杀的境地 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建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 一有政治运动 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他们的生命如草剑、如蝼蚁 在文革初期保卫官僚的群众组织 当时称为保皇派 保守派 为了表现其革命性 就把屠刀指向政治建民 屠杀政治建民不仅不会遭到抵抗 不会受法律惩罚 还可以表现阶级绝物高 极权制度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建民 也造就了一大批政治渔民 信息垄断、真理垄断和长期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 使得人们不仅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 也抛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 他们只能知道政府让他们知道的 只能相信政府让他们相信的 在严酷的极权制度下 政治渔民也处于恐惧之中 一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政治建民 无知和恐惧时他们绝对听从政治权力的指挥 政权指向哪里 他们就打向哪里 1980年代 到道县处理大屠杀遗留问题工作组负责人 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 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 上头叫我杀 我就杀 现在 上头叫我杀你 我也会杀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大屠杀高潮 大多是政治渔民对政治建民屠杀 当然 屠杀政治建民的凶手 除了政治渔民以外 还有流氓 地痞 痞子历来是中共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力量 政治运动离不开闷 毛泽东早年就肯定了痞子运动 认为他们是革命先锋 中文化 字幕志愿者订阅